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盘为止澳洲200是下跌2.5% 跌幅达到了接近于150点的范围 也从6700点高度目前经过三天的下跌 收盘昨天是6495点 那么中国方面依然是国庆长假期间 因此上海和深圳的股市并没有开盘 在欧美方面经过两天的下跌之后 昨天终于是出现了反弹 其中英法德上涨幅度大约是在0.2%至0.4%之间 美国股市涨幅稍微多一些 其中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0.4% 黄金方面目前稳定在1500美元上下 而这个数字货币比特币也是压在了100美元以下 目前依然是在8500左右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是 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澳洲的大麻股 那么在过去一两年时间 经常会有朋友 也有我们的客户来问我 为什么GoMarkets包括尼迈克本人 从来不说一些大麻的股票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在澳大利亚有很多从事大麻种植 以及这个使用的一些企业是上市公司 那么伴随着目前在维多利亚省开放了大麻的商业种植之后 这些股票呢 实际上在过去的12个月之间内都上涨幅度 超过了50% 有的呢 甚至于翻倍 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提呢 那么其实呢 首先我要说一下的是呢 这是第一 是我个人的对于行业和板块的爱好问题 应该这么说吧 我个人的话呢 不是太喜欢涉及到黄赌毒行业的 什么叫做黄赌毒呢 就比如说在澳洲上市的可以有上市的连锁妓院 包括这个赌场以及呢 大麻股票 我自己呢 把它列为呢 是黄赌毒板块 那么这类板块的话呢 按理说它既然是上市公司的话呢 以赚钱为主 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 因为我们这个金融行业里面的行话呢 把这个黄赌毒的行业叫做捞片门 既然是捞片门 那么就算是赚了钱 那也是我个人觉得不太好 再加上呢 这个板块这个行业本身并不是 这个特别拿得出手的正能量行业 所以我个人呢 一般不会去推荐这类股票 但这个呢 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大原因是呢 其实在澳大利亚 整个澳大利亚地区 从事大麻养殖种植的上市公司 到目前没有一家是赚钱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这个大麻这个东西应该来说是非常暴力啊 是不是啊 为什么还不会赚钱呢 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澳洲的人口基数呢 只有2400万人口 这么少的人口 目前仅仅开放的呢 是商业大麻使用 而且呢 早在维多利亚省之前 悉尼所在的西南威尔士省呢 在几年之前就已经开放 以澳洲这么大的国土面积来计算 大麻种植种出来的这个产品啊 如果仅仅是医疗使用的话呢 那就根本用不完啊 那么这么多的东西怎么办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运到海外去啊 但是我们知道大麻是属于严格受限产品 因此只有部分少数国家 目前是开放了民用使用 比如说加拿大和美国的部分城市 但是加拿大和美国本身自己 也种植的大麻 这东西呢 它没有技术含量啊 只要你有种子 还有这个红外线的灯 或者紫外线的灯啊 用电就可以造出大麻 根本就不算什么高科技啊 所以谁都能生产啊 无非就是一个是不是合法的问题 所以澳洲生产出来的大量的产品 实际上呢 是严重的超过了市场的需求 所以说呢 到目前为止 绝大部分的上市企业 根本就是不赚钱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做呢 这个就像电动车行业一样 他们看到的是未来 希望现在通过烧钱 投钱的模式 能够占领市场 但是我个人觉得 由于澳洲人口基数有限 因此 在目前有好几家 大麻上市企业的背景之下 加上澳洲这么多的地 我个人并不是看好 大麻这个行业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之前迟迟没有推荐 大麻股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它本身不赚钱 或者而且前景 我也不看好 为什么不看好呢 因为人在澳洲太少了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来说一下呢 咱们GoMarkets 包括我本人和我同事 这个推荐风格的不同 以及背后的原因 我们知道呢 就我本人而言 我过去推荐的 几个主要产品 绝大部分是大盘股 包括了 必合必托 澳洲电信 国民银行等等 很多客户也问我 麦克尼推荐的都是大股票 那这样来说的话呢 这个小股票怎么办呢 大股票涨得太慢呀 其实我们换一种说法来看的话 即便是这些大股票 必合必托 澳洲电信 国民银行 从我们开始推荐 到之后的半年时间 涨幅都在30%以上 如果半年涨30% 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那你说 你要涨多少 当然我们不可能指望 每一个股票都像 Upt Pay一样 从五毛钱涨到30块钱 或者像A2牛奶一样 从一块钱涨到20块钱 但是我们要知道 风险和收益 它永远是同时存在的 涨得越快的股票 往往下跌时候的速度 也会非常快 那我本人在选股票的时候 有两大原则 一 我喜欢选择 具有垄断资源的股票 什么叫做具有垄断资源 比如说 它能够垄断上游的资源 或者垄断市场的客户 都可以 像B和B托 澳洲电信和国民银行 都具备的这个垄断的技能 那么为第二个原因 除了垄断以外 我个人最喜欢的呢 就是这个公司必须是赚钱 也就是每个月银行账户的存款 要比上一个月要多 正现金流的公司 说明它运行良好 不存在资金链问题 那么在我推荐的股票里面呢 只有一个股票是亏钱 但是依然上涨 那就是Afterpay 而我推荐的主要原因 也是由于呢 Afterpay它目前来看 在先购买后支付的市场中 牢牢占据着市场排名第一的占有率 因此凭借着这么高的占有率 它可以获得相对比较便宜的融资 那么其他的公司 如果它并不具有这个市场占有率 或者是其他的核心优势的话 它去融资就很容易出现资金链问题 当然了我们其他的同事 比如说Jacky 比如说我们其他的90号同事 他们推荐的股票 像这个新能源产业 像一些AI高科技等等等等的 也许现在呢是暂时亏钱的 但是他们觉得这些产业目前 或者说未来都有着很好的前景 而且现在呢 已经被证明这个前景是可持续发展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些股票的上涨 也是有正面的原因的 并不像是这个电动车板块 可能还要等10年15年 才可能有变化 所以我个人的原则 大家记住了 第一寻找的是具有垄断优势的 第二现金流尽量选择正现金流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另外想参加我们在下个星期周日 在墨尔本东区格兰威尔利 参加线下讲座的朋友们呢 可以通过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参与报名 另外悉尼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下方链接 选择在悉尼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好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